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最近呢 他们又独家推出了纯素的可丽饼 希望带给消费者 缤纷的视觉饗宴 来自东洋的甜点店 用台湾少见的巴西梅果 做成缤纷多样的甜品 让更多人可以预尝巴西梅的真滋味 店家所使用的巴西梅 采取混农林叶的方式栽种 他们不砍发森林 开发成农耕地 反而直接将巴西梅果树栽种在林木间 是一种让人类与自然共生存的永续型农业 巴西梅外表和蓝梅很像 不但吃起来没有什么甜味和酸味 口感还相当清爽 有微微的苦涩香气 不鲜明的滋味很适合与其他水果一起享用 阿菜梅は癖のない味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の癖がないゆえに そのフルーツの本来の美味しさや甘味を活かしたスイーツが作れます 阿菜梅はバナナを使っていますが そのバナナの美味しさを最大限に引き出す 阿菜梅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そういったような感じで フルーツの本来の美味しさを楽しみながら 阿菜の栄養価を取り入れる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スイーツとしてご提供しています 店家把高濃度的巴西梅原汁 加上香蕉 製作成巴西梅果泥 上面搭配多样新鮮水果 以及特色食材 繽紛美味的巴西梅果碗就上桌了 阿菜梅はまだまだ台湾では知られていない食べ物です この阿菜カフェの阿菜ボールや商品を通して 阿菜の本当の美味しさですとか それから阿菜の栄養価 阿菜ボールの見とめは 見た時にとても華やかな楽しい気持ちになれる そういったような姿をイメージしています なので色々なスイーツをたくさん使うことによって 見た目も美味しく楽しく そして味も美味しく楽しく 阿菜はどんどん食べると クセになる味なんですね なのでこのクセになる味を ぜひこの阿菜カフェで楽しんでいただいて 新しい感動を体験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芋頭は多くの人に好きな食物が好きです 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 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 今から一緒に理解 芋頭は何の好きですか 芋頭は実際にある 芋頭は実際にある 填粉類の類を しています これらの食物が存在 全骨根筋類の食物 そういった食物を これらの食物が存在 全骨根筋類の食物を この食物の栄養価から 芋頭は実際にある 芋頭の中では 原本の白飯は実際にある それは減少し 要不然整体吃起來 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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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量度は過量的 像每100公克的芋头 你大概是半颗小半颗的芋头 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大概有2.4到5克的纤维 所以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患 或是你一些肥胖的病患来讲 你其实用芋头去取代部分的白米 是可以稳定你的血糖的 那另外特别讲芋头 还有一个丰富的营养成分 它是所谓的甲离子 如果你常有一些水肿的问题 或是你很常常肌肉抽筋的人 我们会建议说你补充一点芋头 可以预防你这些抽筋 或是一些水肿的问题 是可以很好入菜的一个食物 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衰竭的病患 我们甲离子其实要有限量的人 那这种的话 你就不能是无止境地吃 建议大家减肥 你可以把芋头换成白饭 凡事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 我们建议一餐 大概就是一个芋头就好了 每次做菜的时候遇到芋头 你是不是就跟牙里一样 会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 除了不知道怎么挑芋头 有些时候切芋头的时候 很容易手痒不舒服 而这个芋头到底该怎么挑 处理的时候又有什么秘诀呢 赶快一起来请教小黑师傅 今天的主食材就是芋头 我最喜欢吃芋头了 不过好芋头坏芋头 要怎么挑呢 我们有请小黑师傅 美君 你好 你好 老师 我们今天要挑出最适合料理的芋头 对不对 我带了四种 这个很大 这个跟一个刚出生的宝宝一样大了 对 这四颗你会挑哪一颗 这个长这么久了 这个老芋头 老芋头 它太大了对不对 对 不过我只觉得是这一颗 是好 这一颗 为什么喜欢这一颗 我们去吃那个烤韩鸡的时候 也是挑圆的比较甜 根筋类可能都是这样的挑法 是这样子 切薄的经验 对 挑了这颗芋头事实上是正确的 挑胖的是正确的 第二点的时候 其实你要挑有带土的 就是气根都在 然后土这样子包围它 这样会比较好保存 就用白皂纸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冰箱最下层 这颗芋头刚才有洗过 那有洗过的时候 因为几乎会痒的部分是它的草酸结 它的含量都是在皮上面 那如果万一你不知道误碰的时候 要怎么办 泡冰水吗 泡冰水 泡冰水的话是保冰吗 就是让手的那个知觉比较美好 好 那是错的 你如果已经痒了之后 因为你有把草酸结又把它稀释了 我本来是痒的时候痒这里而已 那你又泡水之后 可能你有沾到水之后 就会痒了 那一痒之后 我这边又抓一抓 就变成我这边会痒 那这样子就麻烦大了 那怎么办 对 所以有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你要戴手套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要先把芋头洗干净之后 你可以把它晾干一点 那痒的部分有很多的解决方式 就是第一个先 你可以泡醋的 对 比较软的白醋先擦擦 不过它的缓和时间大概是20分钟了 那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更快一点的话 你就是把手伸到瓦斯汁这样去锅 然后这时候你的毛细孔就会缩起来 有这种小臂部 那我就不怕了 对 但是不是烤到焦了 当然 当然 自然是这样 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菜市场买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些阿伯 在那边装着卖芋头的 它全程都没有戴手套 但是它抓住一个重点就是 它是干干的下去削 削完皮之后再把芋头拿去冲洗 对 就是洗一洗 这时候你的手就不会痒了 那记得一件事就是说 你不要 千万不要 边冲水 边洗 边洗 对 这是最大的忌讳 有些店家的话 就是它的芋头 如果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 这个它是已经干燥了 那这颗像这颗芋头 你刚才没有挑到它 对 实际上这颗是它的陷阱 好险没有落入 好险没有落入 好 你既然挑最胖的 好 那实际上我这颗芋头 它是有一个洞的 你有没有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颗芋头 先把洞的地方处理掉 对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它的坑洞 那这样的话 有些店家他会把它刻意 把它挖掉 有没有 这个一定要挖掉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芋头是有挖洞的 那一块绝对不要买 那削完之后 你如果削个三四克之后 你会发现我的手会有白白的 那代表我这颗的 芋头的淀粉质的含量还蛮棒的 那这颗芋头就很好吃 这颗芋头也是很棒的 然后记得你如果是要保存起来的 那是要挑这种的 这种芋头的话就是比较新鲜 它有带土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 然后上面的部分 我先切一刀 有没有 这个芋头的 这两条是同一个品种 这是用的另外一个品种 然后这个是用另外一个品种 所以这一桌就总共有 三种不同品种的芋头 对 有三种品种 那如果这些东西都不会挑的时候 怎么办 然后现在有一些 切好的真空包装 对 你可以选择真空包装的 那真空包装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切面 像我现在切开的芋头来讲的话 对不对 这一包的芋头的品质是更好的 就是很嫩的那种感觉 对 那这种的成本会比较 它的备用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全部都用好的 最漂亮的品质放在这边 等一下 这就是我们火锅会丢下去的那个 对不对 因为它丢到火锅会散掉 对不对 对 你只要把芋头先把它炸过 先炸过之后 它外面的蛋白质 这些淀粉质都熟透 那你丢到汤里面 就比较不容易散掉 这样你会挑芋头的吗 会了 会了 你没学会了吗 芋头最好吃了 不管是甜的咸的料理都很美味 而现在 习得了更多挑芋头的诀窍后 我离专业的芋头粉丝又更进一步了 谢谢小黑师傅 近年来 蔬食的选择越来越多样性了 有很多的餐厅兼顾着美味美观还有营养 那也谢谢有这么多人的努力 让我们在台湾饮食可以这么的方便 而且舒适 蔬果生活日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